公元251年6月,司马懿命扬州此时诸葛丹接替亡陵 拜诸葛丹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驻军室,奉山羊庭后 然后乘船从寿春沿水路返回洛阳 曹芳派世忠中书监委丹,池杰到武池口迎接并慰劳大军 到达洛阳后,曹芳又派大红炉,太普于逆,池杰拜司马懿为相国,奉安平俊功 但司马懿没有接受,此时司马懿个人的实意已经达到了5万户 司马家的儿孙已有19人被封为猎猴 此次夏日远征,千里奔波,严重耗损了司马懿的精神和身体 一回到洛阳,司马懿就病倒了 再加上他经常梦到贾奎和亡陵的魂魄前来锁命 于是病情日益沉重,公元251年农历8月初五 为太父,鲁尚书氏,五阳侯司马懿,在洛阳去世,十年七十三岁 时好闻,后改为宣闻 曹芳身穿素服,亲自上门平调 依照霍光旧力,追赠相国,军功的官爵 但为太尉司马福,上表辞谢 曹芳下诏,升魏将军司马施为辅军大将军 鲁尚书氏,接替司马懿,执掌魏国军政 9月,司马懿与此前已去世的妻子张春华被合葬于守阳山 身上只穿着平时的衣服,陵墓不封不束,不放置名气 司马懿生前的姬妾,有再去世的也不准再与其合葬 同年11月,朝中掌管祭祀礼仪的官员尚书 建议将司马懿的陵位放置于太祖曹操的庙中陪祭 同时认为太庙中陪祀的功臣应以生前的官职高低重新排序 司马懿高居太父列在第一位 自上周以来,佩祥太庙就是历代大臣们追求的一项至高无上的殊荣 死后灵位能与帝王摆在一起享受香火 既是对功臣生前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其子孙后代的勉位和褒奖 魏国有两座太庙,即曹操的太祖庙和曹丕的士祖庙 但士祖庙中并非只放曹丕一个人的牌位 包括高皇帝曹藤,太皇帝曹松和明皇帝曹瑞 以及魏国所有的后继之君,去世后牌位都要放在士祖庙中一同祭祀 而太祖庙却是曹操一人专享 以显示其开国之主的至尊地位,祭祀规格也更高 士祖庙中也有功臣陪祀,但史书中的记载残缺不全 如太祖庙陪祀因级别最高,三国之中的祭数也更为详尽 曹操的太祖庙是在公元223年曹丕在那期间建成的 但仅三年后曹丕就去世了 因此曹丕时代太庙中仅有曹操一人,并无大臣配相 曹瑞敬奉鬼神,继位后很快就设立并研习了天子七庙的古志 历庙十年后,即公元233年5月 曹瑞亲自前往太祖庙祭祀祖父曹操 随后又在太庙的前庭祭祀了三位已故的大臣 并在祭礼结束后将这三人的灵位一起移入了太庙之内 这也是曹卫开国以来,第一次由大臣裴寺太祖庙 这三人分别为大将军忠侯夏侯敦,大司马忠侯曹人 和车骑将军肃侯成玉 此后又是整整十年,太祖庙中的牌位再未增加 直到公元23年7月,曹芳才一次性选了20名大臣 一起在太祖庙接受祭祀 这也是历次选择裴寺大臣中最多的一次 他们分别为大司马远侯曹真,大司马撞侯曹修 蒸南大将军道侯夏侯上,太常钻侯环街 司空静侯陈群,太父承侯中瑶 车骑将军撞侯张和,左将军撞侯徐晃 前将军刚侯张瑶,右将军威侯月静 太魏静侯划心,司徒承侯王朗 一年后即公元24年11月 曹芳召令将第三批大臣领位移入太祖庙 这次只有一人,上述令静侯寻忧 251年11月这一批应该算第四批 同样只有一人,即太父文侯司马懿 公元262年,魏元帝曹焕下诏选定了最后一批 裴寺太祖庙的大臣 这次仍然只有一人,即君师祭九,镇侯国家 曹操身边裴寺的功臣最终被确定为26人 三年后曹焕被废,曹魏宣告灭亡 在这26人中,有两人比较特别 首先是典威,他生前没有爵位,死后也没嗜好 而其余的25人,生前全部是列后 死后也都有嗜好刻在排位之上 另一个就是承裕 他排位上的官职,车骑将军为死后追风 其余25人则都为生前的真实官职 且以他们去世前的最后一人官职为准 而并非是最高官职 比如张辽,在魏国,四征将军的级别是要高于四方将军的 满宠就曾以前将军之职,升任郑东将军,都督扬州驻军师 张辽军旅生涯的最高职务是郑东将军 但曹魏建国后,张辽又转任前将军,直至去世 这其实是降了一级,但临位上仍是以前将军为准 再比如张辽,张辽曾担任镇东将军,贾杰,都督徐州驻军师 这是高级别的众号将军,地位要略高于九卿 但后来张辽的兵权被曹丕借南征之机强行剥夺 转任执金玉,执金玉只是虚指,级别与九卿相同 但张辽仍然要以此盖棺定职 如要论自格,这26人全都是曹操时代的元老 也都为大卫开国建立过功勋,他们每个人都够格,并无赖于充数者 但曹魏的开国元勋少说也有数百人 功劳有大有小,官职有高有低,品行有优有劣 很多人还是因为各种难以言明的复杂原因而被挡在了太庙之外 后世也对此多有非议 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就曾提出过四点疑问 为什么没有寻遇,为什么功绩相当,成遇列在第一批 国家却排在最后一批 为什么寻遇没有入位第二批,反而派在了中瑶之后 为什么都是曹操的侍卫诈,却只有典位而漏掉了虚处 对于没有寻遇,裴松之还可以理解 因为寻遇晚年不同意曹操进爵位攻 导致两人关系破裂,而且寻遇终生没有做过魏臣 他担任的都是汉朝的官职 但对于后面的三个问题,裴松之就无法解答了 其实后人评判前代功臣,往往离不开五大原则 即自立,品行,官职,公绩和子孙 在当今朝局中的地位,历朝历代,古今中外,盖摩能外 在配向曹操太庙的这五批大臣中 主要是前两批的二十三人 后面三批可以看作是对前两批的补充 尤其是人数最多的第二批 在第二批的这二十人中,武将多达十五人 其中有十一人是众号将军 剩余的藏霸、李典、庞德和典维斯人 虽然官职不够,却各有代表着阵营和异议 其中藏霸代表着依附曹操的军阀 在曹操长达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 曾有数不清的军事集团被武力兼并 比如河北的袁绍、淮南的袁树、徐州的吕布 关中的马超等等 但也有不少军阀主动前来投靠 这些人之前都曾割据一方 拥有独立的地盘和武装力量 比如青州的藏霸、徐州的陈登 晚城的张秀、卢江的刘勋 并州的张燕、梁州的马腾、荆州的刘从 幼州的县余府、汉州的张鲁和东三郡的沈丹、沈怡兄弟 其中刘勋因晚年犯法被曹操诛杀 马腾因儿子造反被曹操灭族 沈丹被曹皮夺绝罢官 沈怡则是在遭到了司马懿的诱捕之后 被曹瑞治罪 这四人军属品行不端 因而被排除在外 剩余的七人 官职最高的是张霸和张露 张霸承认镇东将军 张露为镇南将军 两人官职相当 但要论资历和战功 张露就远不如张霸了 因此张霸作为规附军阀的代表 得以配相太妙 李典也有自己的私人不娶 但数量远不如张霸 张燕 张秀和献余佛等人 算不上一方单独的军事势力 作为外星武将 李典的情况与石焕 韩浩 李通 吕钱 仁俊 早知等人类似 他们资历老 品行好 受信任程度也较高 但以能力平庸或趋势较早 等种种原因 官职始终位于五子两将之下 与众号无缘 李典能在这几人中脱颖而出 是因为一次辉煌的战功 那就是公约215年的合肥之战 此战李典与张辽二人 仅率800名勇士 就击退了东吴的十万围城大军 给孙权留下了终生 那一抹去的心理阴影 也一举将自己的名字 写入了丹青史册 曹操曾亲临战场参观游览 连连赞叹 曹丕曾让张辽在朝堂之上 亲口向百官讲述此战的细节 战事结束的数年之后 每一名参战士兵还有单独封赏 可见合肥之战在当时 就以颇具传奇色彩 在主要参战将领张辽越近 已经入围的情况下 李典作为杂号将军 及其他品级较低的武将中 立下卓越战功的代表 佩享泰妙 已是顺理成章 庞德则是外姓武将 忠义节列的榜样 以庞德的官职和资历 如果善终是肯定进不了泰妙的 即使是不幸战死也未必进得去 毕竟都是沙场捐躯 除了夏侯渊和张和两位重号 其余的报信 魏姿 曹昂 车咒 赵勇和蔡阳等人 就都被卡在了门外 庞德是被俘后 因巨祥而被杀 三国的战争 说到底是军阀之间互相兼并 大家同属一个民族 曹操孙权和刘备三方 并无高尚和低劣之分 因此将领被弃救主 转换阵营是很平常的事情 庞德从汉中降曹到樊城被战 总共才在曹操手下 领了不到四年的俸禄 而且他下级军官出身 并非出自名门望族 在曹魏 没有身后的背景和渊源 即使投敌 也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更何况 庞德的堂兄庞柔和救主马超 还都在刘备手下做官 即使马超生姓良博 庞德鄙视他的为人 可马腾却是庞德追随了几十年的先祖 对他有栽培大恩 要知道马腾正是死在曹操的手里 如果不是面临三线作战 曹操实在已无人可用 是绝不会冒着暴心救火的风险 令庞德持缘繁城的 面对关羽 站进上风的水军战船 庞德没有临阵倒戈 曹操已足感欣慰 哪里还敢奢望庞德被俘后 能以死尽忠 可不想关羽诚心劝详 庞德竟然破口大骂 数字什么叫投降 魏王代价百万 威震天下 刘备算什么东西 一介庸才儿 那是魏王的对手 我宁愿做国家的鬼 也不做贼人的将 关于无奈 只得将其斩杀 这就太难得了 也大大的出乎了曹操的预料 是为知己者死 一朝恩御百年不复 随死无悔 庞德重勇 或有春秋意识的古风 也难怪曹操要为他痛哭流涕了 于是庞德作为武将们 学习效仿的典型 被请入太妙 也算实至名归 最后再来说说点尾 裴松之就认为 同样是要树立一个舍生忘死 尽忠护主的代表 许楚比点尾更合适 点尾的优势在于 为了保护曹操而死 且死得极其壮烈 可他官职太低 跟随曹操的时间也太短 许楚护卫了曹操二十余年 关渡之战 他亲手斩杀刺客徐他 同关之战 他一只手划船 一只手举着马鞍给曹操挡箭 数次在危难之间 救护曹操的性命 论功绩 点尾确实比不上他 但许楚情商太低 在魏国人员极差 曹操去世的当月 曹仁从荆州赶外拜见 在殿外遇到了许楚 老友相见 曹仁就要他到旁边的偏食中 坐下叙叙旧 可许楚只说了一句 魏网快出来了 便转身独自返回了殿内 一点也没给曹仁留面子 事后有人问许楚 曹仁官至征南将军 是宗室重臣 人家屈尊找你说话 你为什么要推辞呢 许楚回答说 曹仁是镇守外藩的将领 而我却是进一位 我们交谈应该到公共场合 为什么躲起来 说悄悄话呢 许楚这样说 曹操听了当然高兴 却显得曹仁有些鬼鬼祟祟了 许楚也因此事 造成了曹仁的嫉恨 对曹仁尚且如此态度 对其他外姓的文武官员 也就可想而知了 朝堂之上没有打打杀杀 有的只是人情世故 生前没有攒下人望 死后也就更没人愿意 为他说话了 许楚的名额 就这样被点为己掉 儿子更是被别人拿来 当了殿教师 悔之完也 除了这十五名武将之外 第二批还包含五名文官 官职要求的非常高 起步就是三公 其中中瑶为上公 陈群 华欣 王朗为三公 九卿只有一位 即太常环戒 环戒在关渡之战 元曹对峙期间 煽动京南四郡起兵反叛 大大牵制了刘婊的经历 使其无法北上 袭扰曹操 一届门官能立下 如此巨大的功勋 以实属罕见 后来环戒入朝担任失忠 正赶上曹丕与曹职 争夺四子之位 环戒就在曹丕面前 多次赞美曹丕 说曹丕品行优良 适宜立为太子 多年来 不论是大庭广众之下 还是在单独进监的时候 早定太子名位 言辞刚直而恳切 当时曹职的党与丁一等人 经常在曹丕面前诋毁曹丕 构陷政治的大臣 三国之中说 乃皆左右已自全保 其将顺匡就 多此类业 全仗者环戒在一旁劝解 保全曹丕的地位才得以稳固 这般大臣才免去了杀身之祸 这样的例子 在曹丕晚年不胜危惧 曹丕能即位 环戒绝功之位 曹宫的重臣 也大多欠着环戒的人情 曹丕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预感到将年命不用 因此在登基之后 将环戒称作寄命之臣 他曾握着环戒的手说 五方拓六尺之孤 即天下之命于清 哭得涕泪横流 环戒若能活到曹丕去世 必将寿命拓孤 可惜二二一年 他就病死了 因此环戒配享太妙 算得上众望所归 且排名十分靠前 他也成为前两批中 唯一一生前没做过三宫 却得已入庙的文官 曹丕在位的六年间 魏国共有四名文官 位置三宫 即中瑶 化新 王朗和贾许 这四人只有贾许 没能入选 原因明显是品行问题 贾许在曹操统一北方 及曹丕的夺地之中中 都立有大宫 但贾许 当年怂恿李爵和郭四 反攻长安 造成了持续数年之久的 李国之乱 关中各地 时事就空 恶嫖遍业 这成为贾许 终生不能洗去的污点 不过 据其他史书记载 贾许和新批等人 陪死了曹丕的士祖庙 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选择第二批陪死功臣的时间 是在公元二十三年七月 这是大将军曹爽执政时期 因此 这二十名人选 体现的主要是曹爽的 个人意志 除了几个特例之外 文官一律要求三公 武将起码要是重号 品行也不能有任何瑕疵 可以看得出来 曹爽的本意是宁缺无奈 门槛还是卡得非常严格的 可这样难免显得有些生硬 尤其是当一位重量级人物 被卡在了门外时 静候巡忧 因去世太早 没赶上曹魏建国 巡忧去世时 官职仅为上书令 环阶起码还是个九卿 上书令比九卿还要低一级 曹爽实在是不愿意开这个先例 就没给巡忧留位置 可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捅了个大马红窝 论品行 曹操手下的这帮谋臣 没几个合格的 巡忧德操梅的说 但在魏臣们眼中 他这属于是政治思想不正确 再说将一个汉臣的牌位 摆在魏国的皇帝庙里 也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承宇早年曾抢劫家乡父老 拿人肉做军粮 国家行为不减 风平极差 刘叶言语谄媚 喜欢援谋上意 晚年静止疯癫 董昭为人阴毒 被同僚苏泽称作宁人 蒋记则为官不连 喜欢练才 把位重量级谋士 只有巡忧在品行方面 称得上完美无瑕 论功勋 巡忧在曹操的智囊团中 地位仅次于巡忧 他是三国时代 战术性谋臣的天花板 关渡之战 他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 带领曹军走向胜利 更关键的是他的身份 影传巡士 是一线士族民们 再加上开国有功 其家族子弟 多在朝中担任要旨 地位非常高 巡忧的长子巡忧 是曹操的女婿 官至虎奔中郎将 次子巡忧 官至义士忠成 三子巡申 官至大将军从事中郎 六子巡忧 是司马懿的门生 曹爽当政时期 以官至失忠 散起侍郎 右子巡灿 是曹洪的女婿 巡忧唯一的一个女儿 还嫁给了司空陈群 巡忧的三哥巡眼之子巡少 官至太普 四哥巡臣之子巡洪 官至皇门侍郎 巡忧的长孙巡寒 官至散起长室 奉广阳相后 巡寒的弟弟 就是司马懿的女婿巡忧 巡氏一门 仅建于史书记载的高官 就有数十人之多 其家族势力盘根错节 亲朋故郊 遍布朝野 司马懿与巡氏来往密切 又是殷亲关系 司马懿本人 更是对巡忧崇拜一击 但某天下之大部位 将巡忧的牌位 放入太祖庙 他是做不到的 巡忧进不去 巡忧就成了尹川巡氏的代表 二巡是曹爽的谋臣之首 是曹魏立国的两大著石之一 尹川氏族集团的领袖 对于尹川巡氏来说 二巡双双无法进入太庙 无疑将成为一个莫大的遗憾 甚至是一种难以言说的 无视和羞辱 当时曹爽承受的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可就在公布第二批赔赐名单的 几个月后 此事就迎来了转机 公元24年初 曹爽亲帅十万大军 沿唐洛道南下攻凡汉中 可惜出师不利 同年四月 曹爽即大败而归 法属势力严重贬损了曹爽 在朝中的个人威望 巡忧入庙一世 再度被司马懿等老臣翻出来 旧式重体 曹爽破于无奈 只能松口 于是同年十一月 巡忧的灵位 在巡氏子孙的大力施压 和司马懿等功勤老臣们的 不断呼吁下 被生生的抬进了抬庙 与巡忧相比 国家的品行要差得多 他作风不正 曾多次遭到陈群的检举 官职也更低 去世前仅为军师祭酒而已 但国家入庙的难度 却为巡忧低得多 国家有个儿子 名叫郭义 官至太子文学院 正男将军王昌 曾评价郭义 好上通达 敏而有之 可见郭义 应该与司马家那个小团体 走得很近 后来郭义的儿子郭昌 又在司马家的提携下 做了散起尝试 公元262年 已是司马昭当政时期 于是品行不端 又官卑直晓的郭家 最终靠着子孙的助攻 拿到了最后一张 太祖庙的入场券 巡忧和郭家的成功入围 清晰的反映了 魏国后期 宗氏势力由胜转衰 士族力量 逐步壮大的渐变过程 如果没有曹爽 法属势力 巡忧想要入庙 难度将非常大 如果没有司马懿 高平等之变的成功夺权 郭家更是毫无希望 曹操的五大谋士 没能赔死的是巡忧和家序 强将只剩了一个贪生怕死 缓截不保的余计 而宗氏把古旗 则只有曹操一人没能入围 他们八人 都是自曹操起兵之初 就开始追随 曹操因为去世太早 官职只做到了参司空军事 另外七人 则全部都是仲号将军 可以想见 如果曹姓宗氏 能够继续执掌朝政 曹操入庙培寺 也只是时间问题 何止于被郭家 戒掉最后一个名额 空流千古遗恨 斯满意观高决险 功勋卓著 除了为人产位 也没有太大的品行污点 即使没有高平陵之变 司马懿也必能配想太妙 不过应该是曹操的士祖庙 而不是太祖庙 毕竟在曹操时代 司马懿的官职还是太低了 但司马懿最终靠兵变 掌握了魏国军政 又凭借血腥屠杀 减除异己 成功的将权力留在了家族内部 这样一来 司马懿入庙配想 也就毫无难度了 单看去世时间和入庙时间 国家是跨度最大的功臣 达到了55年 此前时间最短的是陈群 仅6年而已 但陈群的记录 最终被司马懿轻松打破 8月却是11月配四 司马懿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 便走完了别人需要数年 乃至半个多世纪 才能走完的路 而且司马懿还更改了 太妙中排位的摆放顺序 调整为按观者大小排序 将司马懿列在了第一位 此前功臣们的排位 是按入庙的先后顺序排列的 排在首位的是大将军夏侯敦 这位老大哥是宗亲之首 且性格刚烈 人品端正 威望极高 在第一批赔斯的三位大臣中 夏侯敦的官职 是低于大司马曹仁的 但曹仁 还是要排在夏侯敦之后 毕竟是老大哥 不管生前生后 圆让老将军的面子 还是必须要给的 可司马师这样一改 夏侯敦就跌出了前五 按官职排列 司马懿在第一位 另一位太副中瑶排名第二 三位大司马 曹仁曹修和曹真 分裂三四五位 夏侯敦竟然悲催的 被挤到了第六名 不过夏侯敦也不用感到委屈 司马懿去世13年后 司马昭被封为晋王 追封司马懿为宣王 又一年 司马岩登基称帝 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 史称晋宣帝 称其陵墓为高原陵 妙号晋高祖 司马懿的排位 就这样被搬进了 金陶的高祖庙 告别佩奖生涯 坐上了主位 大卫的太祖庙 则迅速破败 沦为一片断壁残垣 连曹操的排位 都成了埋在烂砖破瓦下的 一块斑驳的朽木 更何况你下后蹲呢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滑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 请订阅我的频道